如果说制定函数部分 我希望能够最好按下这个插入函数 会有一个制定使用者定义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也许叫成绩函数 成绩函数我可以给它成绩 然后它会给我什么呢 给我最后到底它也许是合格不合格 也许是ABCD 这样子的话该怎么做 因为这个部分我想跟早上的 其实还蛮类似的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第一个来看 如果我今天要产生的是一个成绩函数 一样在这边插入一个程序方选 这个部分最好你们自己重新再做过 因为这有些地方前面讲过了 然后成绩函数按确定 基本上它会自动帮我产生方选 那我就是在刮户里面再放一个平均成绩 就是会跳出一个对话方块 跟使用者要你给我平均成绩 那这个平均成绩进来之后要做什么 要做逻辑判断 所以那个逻辑判断 基本上就跟前面这个很像 成绩的这个sub 差别其实只有在哪里 只有在那个回圈 所以你会发现 通常sub会用回圈 但是function因为只有执行一次 所以不会回圈 那你其实比较快的方法 你可以 如果你sub做好的话 可以拿sub来改 改哪些地方呢 基本上 把它贴上 然后倒车一下 因为缩排太多 TAB是增加缩排 是不是按入加TAB 就是倒车 OK 然后呢 把那个平均成绩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地方 本来是自己从那个E栏里面去抓的 现在不用 使用者会给你 那 丢到哪里呢 丢回成绩函数 可以记得把H栏的地方 把它改为什么 成绩函数 return回来的结果 就放这里 所以基本上 sub跟方选最大的差异 一个是 去 储存阁里面抓 丢到储存阁里面去 有没有 那方选不一样 你告诉我 资料在哪里 我丢回去给你 到那个储存阁 所以这个当然 慢慢 比较有概念 好了之后的话 那这个 方选就完成了 那多重的部分呢 其实也是从 上面这个部分来改 那改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 跟刚刚逻辑一样 都把上面的这个成绩 本来60分 改成80 然后呢 输出本来合格 变A 后面的B的话呢 其实就是加一个 自立函数 那你可以插入一个自立函数 按个确定 平均成绩给他 这个时候呢 向下填满 放开 就完成了 OK 这个很适合就是说 可能你工作里面 原本已经有 那个 现成的工资 我是建议 你回去可以 把它改一下 改成VPA 所以回去的话 蛮多可以练习的点 那这个当然不可能 你的功力马上提升 不过我看到之前 蛮多同学是 他慢慢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 在工作效率 很快很快的 他也许是 上了一期的课之后 发现了 哇 他整个 本来每天都很忙碌的 突然变得 时间变得多了 但是也不能让老板知道 就是 我会问 你会不会让老板 他大部分都 不会 剩下的时间怎么办 再练 把功力练得更强大 然后我看到 他们同学是 慢慢的 他就问我 老师 如果我跳槽的话 应该怎么样规划比较好 那我也给他一些建议 真的耶 没多久他又换了一家公司 薪水又 又慢慢往上 因为同一家公司 要 帮你加薪的福度 一定不可能太高 不然的话 同时知道的话 为什么他有 我没有 一般都是 跳了 往上跳的几率 其实就相对的 薪水就跳得比较高了 不过前提是你必须要某部分的专业 像现在很多金融保险 跟银行业 都已经慢慢把VBA列为 必要的专业能力了 而且在 应征人的时候 直接就把这个专业写在里面 OK 所以如果说 当然你有这方面专业的话 以后在各行各业 我想应该至少都会有一定的好处 好 第二个 刚刚讲到的是多重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了解就是说 连击或交集 那什么叫连击交集 其实我想应该 这个是以前的那个基本概念吧 反正呢 如果像这一题好了 请各位切到那个重头练习二 这一题里面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比较重要是 增减体重百分比 如果是正的 超过百分之五的话 那表示他要增胖多少 负的话呢 是要减肥多少 OK 这一栏 正的话就是说 他太瘦了 比如说他这个第一个人 他要增胖百分之二十七点六 表示他这个实在瘦到不行 要增加他原来体重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六 才是标准的 那你可以看到前面这边他的体重 45公斤 应该要五十七点四才是标准 OK 所以你会发现 他需要增加这么多 那这个是也是 那负的话是要减肥 或胖了 要减少 那以这边的逻辑来看 哪一种才是标准 理论上是正负百分之五之内 是标准 正负百分之五以外 是不标准 那不过这边还可以再判断 不标准里面还有过胖跟过瘦 对不对 所以那个逻辑要怎么下 基本上 这边其实 这个以上 百分之五 过胖 这个以下 负百分之五 过瘦 这两个都是不标准 所以以逻辑来看 这个 或 或是连级 是属于不标准 剩下的中间 就是标准 所以你逻辑里面会用 或是 所以这一题主要是 但是呢 你想说 那用或可以做出结果 那可不可以改成end end是交集 那可以倒过来 如果我要判断的是标准 那可以怎么样 小于等于百分之五 而且 大于 大于等于 复版之五 中间交汇的地方 就是标准的 所以 其实这一题 你可以用偶做 也可以用end做 所以 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做完之后 还可以在那个 就是做完的结果 不标准里面呢 如果还要在判断什么 过胖过过瘦 那你可不可以在 连级交集里面 再做一个连级交集 可以 那当然呢 很多工作里面 都会有这样的需求 你如果不判断的话 那你变成你要自己 人工来判断 那当然不是 一个必要的 所以这边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先把那个 综合练习的第一题 先稍微看一下 罗及师稍微知道 如果可以先利用那个 if 里面还要再加 or 或end